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9面 诡异明无便随言用 这个我们从《诺明经》的学习 我们要慢慢的习惯 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心性 一个是相状 一个是能变现的心性 一个是所变现的万法 这两个相状 那么这两个相状应该怎么去观察比较正确呢 就是观相言望 观信言真 你要经常告诉你自己 相状是暂时的 那是延生延灭的 而你这一念心性的功德法 才是永恒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追求一时的相状 而牺牲自己的心性 那就太可惜了 比方说我们今天探一个相状 你可能会得到一时的满足 但是你撕掉了永恒的功德 划不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只能够假借这个相状 来开显你内心的智慧 开显你内心的慈悲 那么这个相状是生灭的 但这个生灭相状过去以后 你留下来的是那种功德的真伤 那这个是很久可以送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永恒的 什么是暂时的 你要知道你生命的目的 到底是要追求相状 还是用这个相状 来开显你的内心的功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当然它的重点在心性 因为心性是真实的 相状只是暂时的 那么我们看到佛陀跟众生 面对心性跟相状的取舍 我们前面讲到早两言起 众生是喜欢相状的 爱着相状的 所以弄到自己被绝合成 可以说障碍重重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把心性搞坏了 那么我们看佛陀 他也面对一个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跟我们是一样的 但他怎么去经营 怎么去面对这一念心性 那么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看经文 我以妙名不灭不生 何如来仗 而如来仗为妙绝名 言造法界 事故一中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小中献大 大中献小 不动道长 骗十方界 深寒十方 无尽虚空 以毛端献宝王岔 作为审理 转大法轮 灭成何绝 固化真如妙绝迷信 那么身为一个 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 现前一念心性 可以说是通识法界的 所在凡不减 在胜不争 但是我们把现前一念心性 给糟蹋了 但是佛陀可不是 佛陀面对任何禁言的时候 他是回官还造的 我们看佛陀是怎么 面对这一念心性 我以妙名不灭不生 何如来仗 佛陀说 我在面对生命的时候 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是用妙名 妙名是能观的智慧 我用我空法空的智慧 这个不灭不生 是所观的理性 那么用我空法空的智慧 来观照这念亲近的本性 遇到任何事情 我就是念念的回官还照 向内安住 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是随顺你 如来仗妙真理性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如来仗本具的功德 给发挥出来了 因为如来仗有什么功德呢 它是一个妙觉严明 而且是向大言尽致 能够沿造法界的功德 那么佛陀回官款照 用清净的智慧 来观照如来仗妙真理性的时候呢 把这个妙觉严明 沿造法界的功德 发挥出来了 发挥什么功德呢 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呢 我会出现的两种状态 第一个 依为无量无量唯一 这种理事无外的障碍 的那个理事无外的境界 你看佛陀 以一念心 他能够依 一念心性 变现十法界的差别 佛陀可以献出 佛法界 在没有因缘的时候 佛陀可以献菩萨法界 佛陀甚至于可以献第一法界 以一切法得大之在 说是普门是限啊 那么佛陀也可以把整个象收起来 无量唯一 回归到一念的 清静涅槃的心性当中 佛陀在心性 跟整个外在的无量象 可以说是 尽出自在 这个是佛陀啊 他因为随顺如来仗 这是第一种自在功德 第二个呢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这个是想事事无外 佛陀可以把最小的事项呢 来显现最大的事项 也可以把最大的事项 来含射最小的事项 这个后面 佛陀会想出来 什么叫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那么佛陀这种 理事无外事事无外的境界 是怎么产生的呢 它的关键点在这四个字 不动到场 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面对这个外在的动荡环境呢 他内心相安 相内安住 相内关照啊 安住在内心的 一念心性的不动到场 生起不迷不举不动的关照 所以他能够产生啊 片十方界 这个片十方界是 形容佛陀的心 能够片造十方法界 在三千大界世界当中 哪一个地方下了多少的乙滴 佛陀都能够吸之吸剑 那么佛陀呢 是身含十方无尽虚空 佛陀的身呢 这个法身啊 含射十方的无尽虚空 无有障碍 那么以矛端 献宝王叉 作为整理 转大法轮 这个是前面说的 小中献大 大中献小 那么这个矛端呢 是在正报当中 一个最小的事项 宝王叉呢 是整个一报中最大的 佛陀的生命当中 可以把他的身体的 一个最小的矛端 显出最广大的 一报的宝王叉 这个宝王叉 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了 那么能够做围城 你转大法轮 围城是一报中最小的 那么这个转大法轮 是正报中最大的 佛陀在整个虚空里面 一个小围城当中呢 能够献广大无变的 这个圆满报身啊 来演说严顿的妙法 以最小的一报 来设最大的正报 那么佛陀这种 小中限大大中限小 一为无量无量无量的功德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因为灭尘何觉 佛陀的生命当中 他这一念心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他选择了 放弃对外境的直取 选择了向内去 开显他内心的功德 向内观照 所以能够发动的这种 恶功真如相应的 这种 这种圆绝光明本性的功德 可以完全开花出来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这一念心性 是有无量的可能性的 障碍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 文士学上说是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生命叫做 自变自演 我们自己把它变现出来 然后自己再去受用 自己再去攀岩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出一个道理 说是心境 决定我们的处境 其实我们外在的环境 是我们内心创造出来的 比方说过去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记事叫凯撒林 凯撒林他 他从小的时候 看到这个水就有很大障碍 他不能喝水的 他一喝水的话就很严重 他甚至于一洗澡的时候 整个人会碰过去 那么他的体质 怎么就跟水产生这么大障碍呢 这个障碍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后来他就给人家催眠了 说他前身跟水结了很大的恶因 我们讲其中两次就好 他其中有一次呢 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回梁家的时候 经过一个桥 结果那个时候下大雨把这个桥冲断了 牡蛎两个都掉到水里面去了 结果死的时候对水很憎恨 他对水下了很不好的咒语 起了很不好的迷眼 这是第一个恶因 其实呢 他有一次因为喝了一个井中的水 得到一个劣势麻风病的那种病 他死的时候很痛苦 他对这个水也非常的痛恨 所以他多生当中跟水是结恶眼 他把水想象成一种跟毒药一样 那么你对水产生这样的想象 时间久了我们讲啊 久了以后就产生一种社空 凝结成一种社空 他这个水在你生命当中 就扮演了一个毒药的角色 因为你把它捏造出来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外在的世界 是你内在的世界变迁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来生 当然我们今生要改变 说实在不容易 因为你今生是 过去生已经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我们今生叫任命 但是任命没关系 这是短暂的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来生 那你就应该要 现在开始要为来生布局 我讲实在话 一个人到了40岁 其实你来生是怎么样 你的内心状态已经大概 那个初行都出来 除非你真的听到嫩人经 听到法华经 真实的那个内心 突然间顿悟 脱胎放骨 重新检讨你的想法 那么当然 我们怎么改变我们既有的思想 第一个当然我们说过 你的心开始收到你内心的时候 他下一堂课就会讲到 空甲中三观 第一个先修空观 先用否定的思考模式 来面对你的想法 他不是这样 他也不是这样 他后面会讲离一切相 用空观来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 我们刚开始在修学佛法 我讲实在话 初学者诸位要有一个观念 你对你自己的想法 多用否定的角度 不要太肯定 我看很多初学者的 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其实这不对 你一个初学者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肯定你的想法 因为你那么早肯定了 那表示你被帮我进步了嘛 你看禅宗出去的 刚去的时候 那一定是 你动一个链头 一定挨板子 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想法 破到真的是大事一般 重新又开始发布的心 产生新的理想 这个时候重新肯定 所以佛法的修学是 先否定 否定门入 肯定门出 真的你生大悲心的时候 要广度众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肯定自己 你一个人太早肯定自己 是对自己很不利的 因为你开始就把自己定型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 先修空观 破除我们过去的想法 这个时候你会进步很快 突破的很快 那么假观呢 就要借假修真 借假相来修真实的功德 心性虽然本具 但是要假借士修才能开弦嘛 修得有功 信德方显嘛 海公常说嘛 修得有功 信德方显嘛 那么怎么修呢 比方说 我们拜八十八佛 我们念它 你看 以成中成述佛 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诚意然 身性诸佛皆充满 各以一切阴生海 谱出无尽妙言之 寄你未来一切节 赞佛圣生功德海 那么我们赞叹佛多的功德 很难 你必须假借这些文字 看到诸佛现前 我们用无量的言识 来赞叹诸佛的功德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的 每天这样念一次 我们随喜佛的功德一次 你看我们念 阿弥陀佛生今色 向好光明无等人 摆好婉转五心米 甘木曾经十大海 我们这个时候对阿弥陀 申起皈依的心 那么皈依的功德怎么来呢 借假修真吗 你不把这个寄送念一次 你怎么能够去花明 你本具的皈依功德 你说我本来就记足 直理废事 所以假观就是说 当我们用空观 把过去的跟妄想颠倒 有所得形象律的假象 破掉以后 你又建立一个亲近的假象 跟三宝相应的假象 所以诸位不要忽略我们的功课 那个功课都是在一种 假借这个假象 来开显你内心的功德 脱比这个依正 嫌我自信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内心当中 破坏了过去的妄想的执着 建立一个亲近的假象 虽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今生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来生 因为你心态改变 你未来的因应就改变 但是今生要改很难 因为它业力已经显出来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是现前一念心性 我们凡夫因为向外攀岩执着 所以弄到自己 背绝合成 产生的沉劳烦恼 障碍从手 佛陀用妙明的智慧 来观照不声不变的本性 结果佛陀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种种的自在 那么同样在一念心性当中 一个是向外攀岩 一个是向内去 好好的去观照 好好的去开发它的功德 就有不同的结果了 这个讲到一心随顺染尽的因缘 而有不同的染尽的作用 我们看溃恶的 名随言不辨之体 这个体 当然是最重要的 一个功德的妙用 是来自于对内心 自体的一个了解 分三段 第一段 名随言不辨 如实空意 第二 名随言不辨 如实不空意 三 名随言不辨 遮造同时意 这是我们说的空不空意 这个是这段正式显现 如来上妙正如心 言三地理 看第一段 那么说名随言不辨当中 我们本句的这种 如实空意 这个如实就是 什么叫如实呢 就是他本来具足的 不是修来的 这个空是本来如此的 我们看经文 而如来藏本庙言心 这个是总标 那么前面是讲到 这一念心性 随顺 迷雾的音言 而显现 实法界差别的果报 这个地方再次讲到 这个 实法界的差别 果报当中 我们没有撕掉一念的 亲近的本性 之体 那么如来藏就指的 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一念心性 这一念心性是怎么回事呢 本庙言心 偶尔大师说呢 这个本庙言心 这四个字呢 关键在这个 圆 就是这个 圆容无碍的意思 也就是 心佛众生 商无差别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如实空意呢 就是在显这个言 表现这个 真地理 我们看这个 圆是什么意思 圆容无碍 看经文 非心非空 非地非水 非风非佛 非眼非耳 鼻舌身意 非色 非身香味触发 非眼世界 如是乃至非一 世界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一念心性的 如实空啊 它本身呢 它不是三界六道的 这个杂染的果报之法 非心 这个心指的是 一切的心法 空 这个空指的虚空呢 地水佛风 当然是七大 我们这一念心 它本身不是七大之相 它也不是 眼耳鼻舌身 一六根 或者舌身香味触发六成 也不是眼世界 乃至义世界 也不是六四 等于它不是 五印 六路 十二柱 十八界 都不是 我们前面讲到 我们刚开始在修心性的时候 先把心带回家 这是第一要做 你不要老是在外境活动 你迟早会产生障碍的 那么带回家以后 第一件事情 空甲中 第一个先修空观 先用否定的态度 来面对自己的想法 这个地方又是说 我们凡夫 之所以生生世世 在六道里面轮回 我们就是在这个 五印六路 十二柱 十八界当中 产生一个我爱子 那么有这个我爱子 就有一个我爱的 跟我所爱的 就是我所爱 就是这个七大四柵之相 我们爱着七大 我们爱着四柵 所以就使令我们很难 跳脱三界的果报 所以佛陀说 你现在开始要告诉你自己 我的心啊 不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我的心本来没有 眼耳鼻舌生意 本来没有射身圈会触发 这个都是后来才有的 表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你不能够只是 限制在这样子而已 所以破除凡夫的 对于七大 对四柵的执着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看 讲到这个出师的圣人 佛陀也给他一些建议 非明无明 明无明尽 如是乃至非劳 非死非劳死尽 这个地方讲到十二一眼 这个十二一眼有顺逆两种观察 顺的叫流转门 逆的叫环面门 我们先看顺的 非明无明 这个非明无明要跟第三段 如是乃至非劳非死 要配合起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流转门 这个明当然是观照了 我们观照啊 无明 言行 乃至于 身言老死 这个是流转门 要否定 没有所谓的十二阴眼的相状可得 那么黄面门呢 是明 无明尽 非劳死尽 这个第二跟第四一的合选 黄面门 就是说呢 你要观照呢 这个黄面门也不可得啊 无明灭者行灭 行灭者四灭 乃至于身老便死灭 这个黄面门也不可得 那么 言诀人啊 他能够 跳脱的五印身心 从十二阴眼的 顺利观察 而正得的我空的真理 说朝物件五印皆空 但是言诀人 他有缺点就是说啊 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 言诀的这个城市 为什么 我都说呢 他产生的一个法治 他破除了三界的我治 但对这个十二阴眼的法治 特别的坚固 所以他就很难再 向前迈进一步 其实我们这一念心性 是有无量的可能性 他可以做得更好 那他怎么办呢 他必须要把所有的阴眼当中 加一个非 要告诉他自己 其实生命当中 本来没有十二阴眼可得 没有十二阴眼的流转门 也没有十二阴眼的环面门 那只是一个对治烦恼的假象 要破除这个法治的象状 我们看生文人 佛陀给他什么建议 非苦非疾 非灭非道 非师非德 那么苦疾灭道 等于是圣地 那么这个 生文人 他是把生命分两部分来观察 说是苦疾是流转门 灭道是防灭门 苦就是五应身心的三苦八苦 那么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内心的疾所招感的 这个疾就是爱见烦恼 或者做见识烦恼 就构成了一个三界的有肉因果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要修这个道 这个照小乘的三十七道别 或者讲戒定会 那么趋向于涅槃 这个灭就是小乘的偏空涅槃 一个出世间的因果 所以他从四圣地当中 而觉悟了 知苦断极莫灭修道 那么以这样的四圣地的因 而成就四圣地的功德 叫做智跟德 这个智就是生空智 这个德就是偏空涅槃 那么小乘生文人 当然透过这样的四地的观照 已经远离了三界的痛苦 而安住在一种四地的法 跟一个我空智跟偏空涅槃 而不能够前进 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 你要观察 你的这一面心性 其实是没有苦其灭道的 这个都是延生延灭的一个假象而已 帮助你超越三界的假象 你对这个展现假象执着 那你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前进 所以佛陀就叫一个妃子 我们看前教菩萨 佛陀对前教菩萨的开始 非坦罗 非斯罗 非毗利也 非禅体 非坦罗 非波罗罗 非波罗密多 那么非坦罗 这个坦罗就是布施了 斯罗就是实戒 毗奈也就是忍入 禅体是精进 禅罗是禅定 那么非波罗罗 波罗罗就是波雷的智慧 波罗罗 那么 佛陀 以六波罗密的法门 来引导全教菩萨 这个布施实戒 人都进进禅定 依子而修 而成就福德之良 依我空法空的智慧 而成就智慧的智良 所谓是福德为安乐之本 智慧是泄脱之门 从六度当中而成就安乐 成就泄脱 那么波罗密多就到彼岸 这个到彼岸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陀说 生死是此岸 涅槃是彼岸 而到达这个大乘的 就近的涅槃彼岸 以六度为因 以到彼岸为果 那么全教菩萨如果对这个像产生执着呢 就永远停留在这个菩萨的阶位 所以佛陀要他们前进 又讲一个非字 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这个非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破他的像 不能破他的法 这个海公一站强风调 只破其像不破其法 否则就偏空了 我们破那个像的执取 但是你该怎么做 你还怎么做 看严教菩萨 那么佛陀对严教菩萨呢 他是怎么个引导他们 如是乃至非坦达阿解 非阿罗欧 三也三菩 非大涅槃 非常非乐非我非尽 那么严教菩萨呢 他心中也是有所执取的 他执取什么呢 达旦阿解 达旦阿解这是如来的 阿罗这是应供的 三也三菩就是正偏知的 这佛陀的三种的功德 三种通后 那么也不是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无疑的就近涅槃 那么常乐我近就是涅槃式的 那么严教菩萨呢 佛陀也告诉他们说 你不能够执着在这个涅槃 不能执着在成乐我近的知识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 破相而不破话 我们刚开始 我们对相啊 其实大圣佛陀对相是很矛盾的 因为你又没有假借相 你没有假借相 你就没办法修行 你刚开始不借相 你怎么 你说我拜佛 你说我跟着 面对西空拜佛 那你有什么功德 你有什么功德 你一定要有一个佛像 你才有功德嘛 那个佛像是不是也是个像啊 你说我内心就有功德 那你不去拜 你的功德又选项不出来 你要假借这个像去拜它 你才会产生那个功德之法嘛 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 要假借这个像 但是你拜久了以后 又对这个像产生执着 又产生障碍 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菩萨对相啊 是又需要他 但是又怕他 因为你没有假借相 你没办法修行 但是你对他执着以后 你又产生障碍 产生什么障碍呢 产生一个自我设限 你看我过去讲一个 那个马戏团狮子的故事 你看那个马戏团起火以后 很多动物就往外跑 那管理员赶快过去 把那些过去比较凶猛的动物 关起来赶快把笼子打开来 很多动物就从笼子跑出来 但是有些动物跑不出来 跑不出来 不是他体力不够 是他内心有账 因为他发觉只要被关过一段时间以后 关了越久的动物也跑不出来 因为他刚开始想跑 他跑久了以后他说不可能 我跑不出去 我一辈子就活动化 换我就这样子了 他被抓的时候 他是从旷野中被抓回来的 他当然不甘于这样的一个铁笼子的相撞 但是他今天这样子走 明天这样子走 他走了十年以后 他心中产生一个相撞 原来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换我 跑不出去的 所以这个马性团的管理员把这个门打开以后 他心中的执着没办法打开 他走不出去的 火烧他也跑不出去的 就被烧死了 只要这个动物被关过一段时间 三年五年以上的动物 没有一次跑得出来 自我设限 注意要想想看一个问题 我们思维一个问题 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 为什么要花怨 说我从今开始 过去的我死掉了 现在的我又产生了 法王坐下天心生 你说你今天有些人受了撒密戒 你说你受了撒密戒 其实你才刚受撒密戒 你有什么功德 他所有的阶段 今天才刚开始受 还没有开始迟 但是他跟祭司不一样 他心中有一个愿望 他已经正式把他过去的我 完全破坏 无言而鼻舌声音 他把他过去佛电 我从今开始 事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事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事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化 他对自己又捏造一个 更清楚的假象出来 你说你都还没开始做 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假象了 他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在走 好过你还活在原地 你还跳不出不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心中的花园 因为借假修真嘛 你今天的生命要改变 我讲实在话 一个人要改变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 所以你看受戒不能强迫 让我定你花园 没有用 什么东西可以取代 花园不能取代 你自己真的说 我一定要改变 当然这个要听经文法 明白道理 发誓内心的觉悟 而产生一种愿意 我从今开始 我要做一个改变 你就有希望 而且你相信你可以改变 为什么你相信你可以改变呢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 是本来无一物的 我现在的状态 也是被我过去生的妄想捏造出来 我可以把它打破 重新捏造的 所以我们在观真地理的时候 给菩萨无量的信心 原来我们回归到生命原点的时候 我们生命最初的时候 是清净本来 是离一切下 我们现在的相状 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重新再捏造一个 更庄严的相状 那怎么捏造呢 看第二段 假观 民随言不变 如实不空语 前面在整个不变的体性当中 强调如实空 强调离一切下 它是一个否定的态度 这一下呢 佛多又重新 用假观来造俗地理 又安逸一个假象 我们看经文第一段 以事既非事处事故 即如来上言明信妙 那么以事既 他要同时的既足 世间的功德法 以及初世间的功德法 他也记住世间的 你看啊 五戒啦 十善的功德啦 乃至于初世间的 四地十二印也六波罗密的功德法 那么这个功德法是怎么来的呢 是集 这个集就是当下记住 是如来上这一件新兴当中的 一个言明信妙 所记住 言明信妙 我一大师说呢 这个关键在这个妙子 这个妙呢 就是唯妙不可思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这一件新兴啊 他本来就记住 这四个字很重要 他本来就记住 不管你 你有没有去开花他 不管你是不是否定他 都没关系 反正他本来就记住 整个诸佛的功德庄严 整个世间初世间的功德法 他本来就记住 好 我们看哈 集心集空 集地集水 集火集风 集眼集耳鼻 蛇身意 集色身香味处罚 集眼世界 如是乃是集异世界 他本来就记住 整个人天的安乐的火爆 当然他也记住了杂兰法 我们再看 四圣法界 集民无民 民无民进 如是乃是集饶 集死 集饶 集死 集苦 集集 集灭 集到 集智 集得 集坦罗 集斯罗 集皮奈也 集禅体 集禅罗 集波罗 集波罗密多 如是乃是 集坦塔 阿杰 集阿罗欧 山野三浦 集大念盘 集长 集乐 集我 集尽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其实记住整个死法界的染进诸法 这个记住这个法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念佛 古人会常问我们说念佛是谁 当然是我们这一念心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念心 也就是说你心不在焉的时候嘴巴念佛是没有用 你嘴巴念佛心打妄想 这个效果是很差很差 那么为什么念佛一定要那一念心 比方说你说我今天把录音带放着让录音带一直在念佛 那这样子它可不可以创造功德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整个业的造作一定要有心 心为业主 因为心有这个法嘛 你没有心 因为心记住无量的功德法 所以 所以说呢 所以说你这个佛号进来跟心接触 假借这个佛号音言 把我们这个往生进度的功德把它开显出来 好像说 我们思维一下 比如说西空 西空记住光明 对不对 那么太阳一定要跟西空接触 它才能显出光明下 因为太阳你没有跟西空接触 你怎么产生光明呢 这个西空表现我们心性嘛 太阳是一个助缘嘛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你念佛持咒一定要有心的因缘在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产生功德 你没有心啊 是不能造业的 善业也不能造 恶业也不能造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就记住死法界的因缘 其实你只是假借外在的因缘 来显现你内心的这些法 你用 杀道遗忘的因缘来熏这念心 它显现杀恶道 你用这个六波浓命的因缘 它显现诸佛菩萨的功德 你用义佛念佛的因缘 它显现法身净土 假借这个外在的造作 来开显你本性的功德 我讲一个小故事 各位体会看看 为什么说这个心是根本 这故事就是讲到这个舍本琢磨的故事 说有一个猎人 他对国王做了很大的贡献 国王很高兴 就赏他一个很庄严的弓 那个弓箭的弓 这个弓是黑檀木做的 这个柄非常的大 这个弓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那么这个猎人看到这个弓 他说这个弓很好用 一射能够射几百里 但是有一个缺点 这个弓的饼没有雕刻太平淡 他这个时候就给一个雕刻是说 你把这个弓的饼这个雕刻 全部把我擦掉 用那个磨石石把它磨掉 重新雕刻一个行猎土 那个打猎的土 我上面要有晴朗的虚空 要有太阳 有大地 有草木 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在那边跑 还有很多人开着车子 骑着马在那边飞舞 那么这个雕刻师就照他的画 就把整个饼啊 雕刻的 里面把整个狩猎土 整个都把它雕到里面去了 那么雕完以后啊 这个恋人一看 哎呀 这个这才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弓啊 结果他拿起这个弓要射的时候 啪 这个弓断掉了 因为那个雕刻太多了 把这个墨饼弄得太薄了 这个就是讲到舍本着墨 我们为了追逐这个美妙的这个雕刻像 结果撕掉 弓本身的功能 这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这念心 你看他记住了 身文言诀 菩萨如来的功德 但是因为我们追逐某一种像 结果忽略了去开显他的功德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其实我们内心啊 其实有无量的珍宝 是可以去开花的 他本来就记住的 这个讲如实不空意 我们看第三段 民随言不辩 遮兆同时意 看经文 以事既及事出事故 即如来藏妙明心言 那么这个地方就遮 遮当然是讲遮一切像 讲如实空 照就是照一切法如实不空 这个地方把空跟不空合起来 空不空 如实空不空意 那么他同时记住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妙明心言 这个妙明心言 这个关键在这个言 言满无缺的意思 这一念心线 他本身是离一切像 所谓如实空 但是他又即一切法 又如实不空 可以说言满不缺 我们看他的遮兆同时的说明 看双则 离即离非 这四个是关键在这个离 他离开的己 也离开的非 离开的己 这个己 当然是属地里的 他非呢 这个是真地里 他换句话说呢 从双则的角度 一空一切空 那么真地属地都空 离即离开的属地 离开的真地 一空一切空 那么双则是假观呢 四己非己 这个四己非己的关键在这个即 也就是说呢 他即是即非 他当下是属地 当下也是真地 所以一甲一切甲 所以从双则的角度 是一空一切空 那么从甲的角度呢 是一甲一切甲 总而言之是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这个就是顺入中道的实相 这个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是即空即甲即中 这个到底是怎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一念心 把它比喻做一个镜子 一个清净光明的镜子 那么远处有一个人 站在那个地方 这个镜子就显出一个人的影像 那么这个即空即角即中的道理 我们看这个人的影像 你说这个镜子里面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你说他本来没有人没有错 即空就是他本来没有啊 就算有也不是真实有啊 因为他前面的人跑掉 他的相就没有了 所以即空就是说离一切相 但是你说他真的没有人 他还真的有一个人的相 在那里面 你说他没有人吗 即甲 他有他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 那你说这个镜子到底有没有人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即空即角即中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古德讲一句话说 不是佛陀要把道理讲这么玄妙 而是道理本来就这么玄妙 你看大致佛陀讲的很奇怪 那么即空即甲即中 其实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佛陀只是假借方便 你看你说镜子的人到底有没有 你说他有也对 没有也对 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 我们这一念心性 使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是其空即甲即中 我们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复 再来回向 我们去看看 我们下车的情侠 我们下车的情侠 吃到这里 我们下车的情侠 我们下车的情侠